其實我要表達的是 因為我的錢都已經拿去繳這個 繳那個都繳光了 繳到都不夠繳了 這個是只有信貸的錢 不是信貸 這是只有貸款的錢 還有信用卡的錢 我都算過 加一加四五十萬 每天都有一堆人有一堆的問題 誰能解決越多的問題 誰就是贏家 誰身上就有錢 誰會有錢啊 馬雲也說 錢不夠 為什麼 他要投資一個五百億的一個行業 那錢怎麼會夠 你大老闆你想的點子 又比人家更大 你怎麼會回頭去做小案子 做小案子當然是錢夠 可是你大老闆想的永遠是big idea 大點子 想的永遠是更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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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東西 怎麼會錢都會夠呢 買房子錢永遠都不夠 就是說 我們剛出入社會買三百萬的套房 來住 錢夠不夠 你跟媽說 媽 自備款不太夠 是不是 當你到工作一段時間的時候 要兩夫妻要結婚的時候 要買兩房一千萬 你會發現 那自備款不太夠 有沒有發生這種事情 當買虎口電梯透天的時候 一千八百萬 突然發現自備款不太夠 再回頭看高中 國中讀書的時候 學費 不太夠 回頭跟媽說 媽要繳學費了 在每一個階段都發現 怎麼都不太夠 我兒子高中畢業要去美國念哈佛 要念史坦佛大學的時候 突然發現 好像有點不太夠 什麼時候才會夠啊 但是有沒有發現 經過了 這麼多的經歷之後 只要想 他就會出來 只要想著他 他就會冒出來 只要想錢錢就來 想著楊錦雲 楊錦雲就來 想誰來有沒有發現 楊錦雲在追女孩子的時候 天天想那個女孩子 最後就變成她的老婆啊 心裡想著 要去吃這個好料的時候 想著想著 突然哪一天突然 就從那間餐廳走得出來 吃飽 心滿意足走出來 有沒有發現 心想事成這件事情 永遠都在生活中 一直發生 想了他就要發生 想了他就要發生 真的啊 你所有事情 都是你想出來 而且讓他發生的 你看到的桌子 一片畫板 通通都是誰想的 是我們前老闆想的 想著想著就發生了 三年前這邊還是一片空地耶 在三年前的時候 這個鐵皮屋是誰想到了 是公班的老闆 投資人 哦這片空地 我想要把它蓋成兩層樓的 電梯 然後搞三四間店面 要租給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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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著想著鐵皮屋蓋好耶 錢夠不夠 錢永遠不太夠 怎麼辦 想得出辦法的人 解決掉麻煩事情 他就比別人想不出辦法的人 成功了啊 對 所以錢不夠 是所有人都會遇到的問題 對 誰能夠先解決錢不夠的問題 誰就在某個階段達成 成功了 小成功 不斷的小成功 小成功 小成功 累積下來就大成功了 嗯 對啊 波子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した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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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